數字改變 然後一樣嘛 那所以再來就要教各位就是說 如果把那個數字抽離出一個變數 然後呢 我們透過傳遞參數的方式就可以去決定 到底他要秀哪一個 所以你剛剛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快速的清單 按下去 自動就篩選出來 其實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這個方式 說真的很簡單 我是參考那一本 那個這本書的範例 但是那本書的範例 各位如果有買那本書 回去看一下 他寫得非常的複雜 程式比我多了大概三倍以上 三倍以上 我只是把 很多地方精簡在精簡 不需要那麼麻煩 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套用在你工作上面 很快也可以做出來 你看沒幾行程式 但是可以達到的效益 其實還蠻大的 很多分析師好像很喜歡 這樣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們每天就是要看這些結果 但是每天都是在做這個什麼呢 把自己當電腦一樣用 一直在Ctrl C Ctrl B Ctrl 他看到這個 他們看到這個感覺 哇好棒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自動化了 要什麼有什麼 條件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再修改一下 也就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雛形 去做資料的修改 那當然後面還有進階版就是資料庫 不過資料庫真的還是比較難 但是如果你懂得 這個這個靈活的去做一點變化 我想還是有辦法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達到效益 尤其是大量資料 像我發現有些同學資料都超過萬筆的 還是如果超過萬筆 如果你大概資料幾百筆幾千筆 那那個就用Excel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資料量超過幾萬啊 幾十萬筆 甚至幾百萬筆的話 哇那絕對要用資料庫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業務快速分類 再加個底線產業別 然後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再增加一個產品